心火走嘴 肝火走眼 胃火走牙 你是哪里上火呢 五脏有火从哪里走呢 今天张医生就给大家讲清楚 中医常说呀 心火走嘴 肝火走眼 肾火走耳 胃火走脾 胃火走牙 可以对照一下 您是哪里有火呢 如果出现口舌生疮 嘴唇泥烂 嘴巴周围生疮 小便灼热 发黄 尿痛 口干口渴 母心发热 这是心火走到了嘴里 可以考虑用牛黄 清心丸 如果出现眼睛红肿 肝痒发痛 眼不满红血丝 眼死特别多 每天早晨都是胡着眼睛 眼皮上呢 还会长小痘痘 这是肝火走到眼上了 可以选择龙胆 蟹肝丸 如果出现耳朵发红 耳朵周围长浓泡 耳朵发痒 耳死多 甚至往外冒 晚上睡觉总是感觉耳朵嗡嗡响 这是肾火走到了耳朵上 可以考虑左龟碗 如果出现鼻子呼吸灼热 鼻子周围生疮 长浓泡 酒糟鼻 口干口渴 鼻子干流鼻血 这是肺火走到了鼻子上 可以选择清肺溢火片 如果出现胃里灼热感 牙龄红肿疼痛 口干 口渴 口臭 大便干燥 这是肺火走到了牙齿上 可以选择牛黄清热丸 您学会了吗 如果记不住的话 可以多看两遍 觉得有用的朋友 可以点赞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腿凉再干 腰冷再肾 肚子凉要补皮 三个忠诚要平肝补肾 暖脾胃 很多人经常感觉自己的腰凉 腿冷 肚子凉 肚子凉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医认为腿冷在肝 腰冷在肾 肚子凉要补皮 第一 腿冷在肝 那肝主筋 其为筋之辅 如果肝筋有含 凝制 筋脉 腿脚上筋络 得不到气血的温息 就会引起腿脚发冷等症状 有的人甚至大腿根部都是凉的 还有的人常年头痛 这些都是跟肝筋受寒脱不了关系 这时候就需要暖肝 散寒为主 可以参考暖肝肩加减 有的人可能还会因为肝气郁节 导致阳气郁节在体内 无法下行 不能温息到腿和脚 也会引起腿发凉 有一点风都受不了 明年四季中呀 暖不热 这种情况就可以参考 财壶疏肝完 疏肝解育 使肝气调达 肝筋通畅 气血顺利下达到腿和脚 腿和脚凉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改善 第二 腰凉在肾 中医讲腰为肾之腹 如果肾阳不足 腰自然也会冰凉冰凉的 总感觉后背发冷发酸 呼吸冒凉气 夜尿也多 小便平 这个时候可以参考 贵腹帝皇丸 温阳不慎 第四呀 肚子凉要补脾 脾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属于中胶 主少腑如果脾虚的话 气血生成不足 肚子摸起来就会冰凉冰凉的 并且特别怕冷 吃深冷寒凉的东西啊 一吃就会肚子痛 拉肚子 容易胃胀腹胀 消化不良 脸色呢 看起来也是枯黄发白的 没有一点血色 这个时候啊 可以选择 腹子里中丸 温中健脾 如果您不仅肚子凉 还肚子痛 可以改用 小健中颗粒 温中 补虚 缓肌止痛 如果您记不住 可以多看两遍 觉得有用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点个小红心 我就是您的医生朋友 大家好 我是广州公立三甲医院脾胃科中医张春红 为什么说健脾前一定要先去尸呢 去尸要先生羊呢 接下来呀 就和大家仔细的讲讲 并分享一个忠诚药 能够补羊 去尸 健脾 三管 齐下 一步到位 彻底把你的脾胃养好 中医认为呀 脾胃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因此脾胃对人体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即便如此呀 生活中脾胃不好的人 也是一抓一大把 总是 腹痛腹胀 吃饭没胃口 大便粘腻不成形 四肢困重 疲乏无力 面色尾黄 身体浮肿 舌体胖大 舌边呢 有齿横 这些情况呀 都说明你体内湿气太重了 影响了脾胃的正常运化 这个时候呀 很多人都会想着去 健脾去湿 但发现吃了很久的补药 都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呢 脾虚湿气重 健脾去湿是对的 但也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 那就是 健脾先去湿 去湿先生羊 因为湿买阴血 需要用温羊的药物去化掉 就好像是下雨之后 地上的小坑里会存留一些雨水 这个时候 只有太阳 才能很快的把积水给带干 而阳气不足的情况下 这类人呢 总是感觉到 手脚冰凉 尿贫尿急 口干 口渴 这就说明了 体内的阳气太弱 不能够蒸腾水液 要想同时解决健脾 去吃生羊的问题 大家不妨试试这个中程药 五菱散 五菱散由猪鳞、茯鳞、白竹、泽蟹、贵枝 五味药组成 其中贵枝可以助羊化气 把体内的湿气都给蒸干 猪鳞和泽蟹由沥水渗湿的作用 负责把湿气通过小便排出去 最后再用茯鳞和白竹健脾液气 增强健脾孕化的功能 上面这五味中药组合在一起 既能健脾驱湿 又能生羊 有效的解决了脾胃虚弱的问题 下面说一个案例 我曾经在门诊上的一位男性患者 自诉平时老是口干口渴 喝完水之后立马就要尿 观察患者的舌胎发现不仅舌胎厚腻 舌体胖大 舌面上还有很多的唾液 经过详细的辩证呀 判断患者就是属于脾虚失气重的情况 于是便开了50散 加胃一个月后患者反馈说呀 喝水量是减少 口干口渴的情况也有所改善 后面便继续调方服用 最终基本恢复了正常 不适的症状皆已消失 患者前后调理了不到三个月 这个恢复的速度让很多人都是大吃一惊 其实呀对于我们中医来说 只要能够看透本质 那调理起来了就简单多了 那为何同样都是使用这个方子 有些人服了效果非常好 恢复的也很快 但有些人用了之后呢 却没有效果 这只能说明要不对症 中医呀 调理讲究辩证论治 一人一方 每个人的体质症状都是不一样的 因此没有通用的方子 都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加减 针对性的调理 您学会了吗 如果记不住的话 就可以多看两遍 觉得有用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点个小红心 我就是您的医生朋友了 脾胃虚弱 森林白猪丸没用 试试这个中程药 如果您经常胃胀 胃痛 短酸或者是便秘 苦胀 大便不成型 甚至呢 因为肝胃不和 而身体消瘦 当您吃过了健脾丸 李中丸 森林白猪丸 等中程药后 发现效果呢 并不理想 可以试试这个中程药 它呢 就是 五易滋生丸 它包含了18位中药 比森林白猪丸还多了9位 药方中的炒山杂 炒六神曲 炒麦芽 可以入消化 消食肌 消腐胀 黄霍香和豆蔻 可以 止呕去尸 脾胃虚弱的人呢 还容易感到恶心 有时还会出现呕吐的症状 这是因为胃里有多余的肺水存在 这两位中药呢 可以去尸直呕 另外 脾胃虚弱的人 往往因为 孕化功能不足 而导致 食肌内热 出现 口干 口臭 牙齦肿痛 咽喉肿痛 消股 扇肌 大便捏马桶 等上火的症状 而黄霖呢 可以 清热 除湿 泄火解毒 泄泄呢 则有泄热和泪水 肾湿的作用 肤草嵌食 可以健脾止泄 对于脾须引起的腹泄 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中上所述 不易滋生丸 比森林白猪散多了 四个功效 消食 去食 止呕 清热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忠诚药 也是要因人而异 同时呢 要注意服用的禁忌 你有脾胃虚弱 胃胀胃痛 股胀便秘 打嗝 哑气 食欲不正的情况吗 如果您记不住 可以多看两遍 觉得有用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点个小红心 我就是您的医生朋友